就在不久前 西线还只是个整日无所事事的保安 胆小懦弱又爱占小便宜 保健阿姨刚一效仿 就被银行经理抓了个正着 这天夜里一颗蓝色陨石从天而降 西线只觉得水的味道不对 骂骂咧咧也没放在心上 晚上在路边喝点小酒时 肚子突然一阵剧痛 不以为意的西线醉醺醺醺的回到那狗窝一样的家 想抽烟打火机却够不到 西线还以为自己喝出了幻觉石 电话响了 是多年不见的女儿小薇打来的电话 告诉她妈妈去世了 13年前 西线突然抛下母女离家出走 小薇妈妈含辛茹苦将她抚养长大 两人省吃俭用 开了一家炸鸡店 因为又好吃又便宜 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店铺 然而因为店铺地址在拆迁区域 他们总会遭到暴力拆迁队的骚扰 虽然妈妈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但还是抢救失败了 董旅上 阔别13年的这对妇女再次重逢 虽然小薇对西线充满了怨恨 但她毕竟也算是母亲的丈夫 理应来送她最后一程 开迁队的人这时出现在这里 站出来帮小薇撑腰的 是一名实习律师程贤 她给西线大致介绍了小薇目前的情况 还带她去了小薇的炸鸡店 本以为西线作为父亲会支持小薇 操办完母亲的后事 这条街的商户们聚集在一起 商量着如何对抗蛮横霸道的拆迁队 当听到小薇坚持要留下来时 西线立刻出声反对 回想起小薇对自己的冷漠 以及无力保护女儿 西线有些懊恼 西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立刻回家验证心中所想 可惜西线并没有因为超能力的觉醒 去干一番大事业 而是目光短浅的 想要靠表演魔术去挣外快 老回录清旗的西线 就这样去了夜总会面试 希望可以在这里登台表演 顺便还展示了一波绝活 老板很快被西线的这波操作打动 同意他入职 自我感觉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他 立刻兴奋地跑去拆迁区找小薇 但他并不在家 此时的小薇正和成贤一起 找到负责母亲一案的检察官 试图还原真相 给拆迁队定罪 成贤自告奋勇 要帮小薇去找这辆车的主人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些证据 独自回来的小薇直接无视了苦等的西线 至于为什么不接电话 也只是随口敷衍了两句 西线希望小薇可以离开这里 自己现在可以赚钱供他继续读书了 说着还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此情此景 让小薇对西线的失望又增加了几分 一把年纪了 还搞这种不知所明的东西 简直比当年抛下母女更让人无语 女儿声嘶力竭的控诉 让西线颇感无奈 正失魂落魄时 正好看到泰山集团的敏代表 带着一大队人马朝着拆迁去而去 一路跑过来的西线 冲进去就要救女儿 有如此大神来袭 拆迁队员们再无一人赶上前 一个不怕死的冲上前来 看到警察来了 西线这次慌忙收手 所有人因为这起斗殴事件被带回警局 敏代表惊魂未定地控诉着 西线用超能力打伤自己工人 口说无凭 敏代表的头码长矛 还拿出了刚刚拍摄的视频 尽管拍下的全是事实 但警察可不这么认为 以双方都有过失草草结案 一走出警局 商铺老板们纷纷乐开了花 毕竟这还是头一次看到 这帮拆迁队如此狼狈 但小威知道 敏代表这帮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晚上守在这里的几名拆迁队员 就经历了一波永生难忘的噩梦 在西线的不遗余力之下 拆迁区入口处被建立起了一堵铜墙铁壁 大家也纷纷安下心来 成贤似懂非懂 但还是将西线的心意转达给了小威 可在小威眼里 西线仍然是个不合格的父亲 还一直因为自己的名字不好听而埋怨他 因为他在小威眼里 他在小威眼里也不错 他在小威眼里也不错 所以他在小威眼里也不错 另一边被吓破胆的几名拆迁队员 纷纷哭着跑回了敏代表的办公室 正纳闷之际 泰山集团的金秘书打来电话 红长五要找他聊聊 第二天 敏代表带着长矛 成黄成虹地赴约 毕竟拆迁的事迟迟没办下来 泰山集团必然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但作为美女的红长五 似乎对他们很客气 如此生情并茂的表演 让长矛后背直发凉 一身狼狈的敏代表 面对红长五的追责 一五一时把西线一人对抗 整支拆迁队的事说了出来 很快长矛那天拍下的视频 就被新闻播报了出来 甚至还煞有其事地 请来了一名教授 就这样 西线被冠上了朝鲜间谍的名号 商户们脸色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果然 他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得知是工作的地方举报他偷东西 西线不想在女儿面前丢脸 声称是误会 主动上前配合调查 谁知却被戴上手铐强行带走 殊不知 这正是红长五的调虎离山之计 甚至还让敏代表找了替罪羊去自首 咬了小微母亲的案子 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接着 红长五就买通警队高层 调遣一大批防暴警察和挖掘机 直奔拆迁区而去 与此同时 红长五亲自向西线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西线可以利用他的超能力为自己所用 被西线果断拒绝 声称只想拿到应有的赔偿而已 此时的拆迁区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们 哪里是那群警察和重型机械的对手 小微带领着众人和大批警察作出最后的抵抗 成贤目睹现场的惨状担心不已 让他立刻带其他人去屋顶 自己会再想办法 与此同时 西线也在警局电视上看到了相关画面 还没来得及离开的红长屋 目睹此警嘖嘖称奇 第一次尝试飞行的新线 进行的并不顺利 contact 没有人 在门搖旋 只能 confidential visitors COMMid 这场警民冲突中 一个大叔差点摔下楼命悬一线 这些警察非但没有救人 反而用高压水枪来镇压 救完人的吸线 不慎飞进隔壁的空楼 将还没来得及爬上去的警察们一顿乱盘 隔壁的楼顶上 成贤搬来长梯 试图帮助大家转移到安全地带 谁知小威却被突然升上来的警察控制住 关键时刻 吸线再次现身 将战火引到自己身上 帮助其他人尽快撤退 搞定了警察后 吸线还不忘助其他人一臂之力 另一边 集装箱里的小威也危在旦夕 危急关头 吸线再次出手 使出全力 将集装箱拉到安全地带 看到女儿睁开眼睛 吸线喜极而泣 将她交给其他人照顾后 吸线转身离开 去承担她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吸线知道 只有自己站出来 才能彻底结束这一切 就这样 她再次被戴上手铐带走 因为妨碍执法 被判了四年 时间很快来到四年后 承贤特意来接她出狱 曾经的那片拆迁区 虽然已被移为平地 但因为泰山集团的破产 楼盘终究也没盖起来 而努力生活的小薇 靠着美味的炸鸡 重新开创了 属于自己的红火事业 一家名为 超能力炸鸡的网红店铺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不只发生在 十五十六世纪 在当代的韩国同样如此 韩国的底层老百姓 面对的不仅是一群 手持棍棒的流氓 更是与资本同流合污的警察 于是 怪力乱神的念力 作为旧式的英雄 在电影中出现了 当现实已经毫无希望时 不屑实际的脑洞就代替了希望 成为人们活下去的支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